季后赛一轮游的概念 他always可以拿到不错的战绩进季后赛 但就是没办法走到最后 他们不是什么都做不好 是什么都做好了就差那一个点 所以你讲的是他的败品 应该讲他的软肋 他最大的弱势区 这个不愧是现在秀你是文组毕业的是不是 那肯定的 你这样子让我这个三科毕业的 很难跟得上你的这个软肋 但是在计算的部分的时候 就是你的强项的点 是没有啦 我也只会看抗马的那个点点而已啊 我只看金哥看得比你快 其他的英文没你好 中文也没你好 你讲Running Man我也没看过 你到底在讲什么 Running Man很红耶 是啦我有看过啦 我是有看过 不过我都在看那个女生 OKOK 对对对 这算合理吧 这样我算有看Running Man 合理合理合理 合理合理 是 至少有看 是 还聊得上来来看一下绝地海岛的航线 这把稍微偏了左一点点 所以极右的包含L岗或者是 右上角K层会比较有点偏 但其他的话 中心会包含到黎岛都是人人有功练的 那中间这一区学校披层肯定也是会有竞争的 Monster这把药要怎么搞 来看一下 因为他们刚刚第一把的海岛吃鸡 老实讲关键会战 并没有真的那么的关键 是势必是满边会战 是 他们只是小四被单点的 呃 我忘记是哪一队突然突破了 因为今天打已经来到的是第五盘了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那一个单点突破小四是有成功扛住 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人员也没有去压制住真的北面的K7战队 所以他们每次吃到鸡的分数进上 其实极大数量我个人认为都不太够 这会是目前Monster的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 现在是 又来海岛开局 他又来军事基地 哇哦这是一个以P成为中心的核心圈 是的 那有levelup是看起来是要往Milta靠 Duplate 看会到底有没有人要转N港 所以的确都是在后半段跟MS一起 他们往右边去配了 那刚如阿胜老师讲的这样一个 终于回到了这个P成中心 那就看中间这一块谁去碰 P成中心的话就变成说是龙脊山 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侦察位 避强点了 对对对 不算是避强点 其实龙脊山是面对到的是左半圈的时候优势会很大 可是来到了中心圈位的话 其实以P成为中心的P成南面 以P成南面的P成山是可以抢的 以及邝村的右上角的高地是可以抢的 对甚至是龙脊山偏南面的一些野区建筑区域是可以拿的 甚至是KG战队目前所在的所谓的三小野区 远海 是 对这个三小野区也是不错的 我以为你是故意要骂张话的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讲三小野区是因为呢 呃在这一个其他赛区喔 尤其是训练赛的部分喔 这三小野区呢通常都是各队会有一名成员跳过去 是是是 对把那个野区拿下来 因为拿下来就稳了 KEO跑不了了 这一位俊就直接这样被放下来 你看那只鸟在看它天上飞 好像彷彿在嘲笑着它说 基本上就是个秃鹰在等它死 嗯 那鸟怎么突然又不见了 哎呀因为看到MUKE压过来啦 是的 哇这一边K4战队算是开狐的 以上来就拿到一分很不错 像 但回到刚刚那个话 其实那个沿海是 这个又是一个我自己特别 喜欢的一个区 怎么说 就像雨林的那一个呃你讲那个 我们讲到那个那个 东桥上面的那个 这两个也就是我觉得它战略价值 跟它的资源量 跟它的这个安全度真的够 但是K7选择是四扇 然后各走一个野区 其实总资源量其实是满满吃紧的 对为什么会叫三小野区 演员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它是它是小野区 所以它可以占得够扇 它野区够扇的话 其实问题点就在于说 它容易被逐个击破 可是前期不太有人 没事会四个人去撞你的一个单点野区 是的 所以你可以先分散扇位 然后能拿车拿物资 其实是很OK的一个选择 然后Meltasen其实也是我个人认为 它跟小渔村一样都是一个 这一张地图里面 我觉得数一数二好发育的地带 是 对 接下来是我认为P城 这是三个地方 因为面对到的是南岛的阴阳圈 其实不认是小渔村 或者是Yuleva目前的Meltasen 他们都可以有不错的先手权 是 那如果说是有刮到含北面的话 其实第一圈他们也涵盖在南面 哇 我很早期 瑶这边去ED 走在路上就突然遇到的人 很不舒服 他自认为应该是比较少会有人 但当然情报量应该是要知道的 老实讲 这种前期的死亡的话 你可以说是失误也不为过 对 因为不论是一开始发育地的 这个VOLT的查看 或者是你后续部分拿到车子之后呢 坐着这个高速的位移 都可以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死亡 开闪的一个跳伞去做侦查 其实都是可行的 OK 来看一下这一边直接过桥了 AG已经挂在桥旁边 到底有没有去 我马上往右边 非常非常的细节 很果断 躲了一个完美的这个右转喔 东泰 是 躲过了这个死神的镰刀 是的 后续部分你可以看到那一台车 为什么前倒车是三个人 然后后面那一台车是一个人 这就是我觉得很吊诡的地方 前倒车应该是一台 后续尾巴三台 在后续那一台才有办法绕开来 但是你现在后面那一台 它为什么还要往这边开 前面那一台车已经告诉你 这边有人的情况下 你后面那一台车 你还走这一边的话 就九死一生了 是的 那前倒车的价值就丧失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承担了风险 去拿资讯 资讯给你了 你还是要回去拿这个风险 诶 结果不是 有意气 我要回去救我队友 哇 那不行了 我觉得这台Bugget会爆掉 只能够放生了 他退了 他退了 嗯 还是理智很清楚的哦 还是要回味到一个重点 不要用会儿谋游戏啦 就是意气这种东西 其实没有办法帮助团队胜利的话 就没有用 是 对 完全没有用 像是如果说你有女朋友 女朋友没办法帮助你团队胜利的话 对职业选手来说 也是没有用 就是这么直接 这么敏感的吗 是 就是这么敏感 这个 我感觉你今天都是故意的啊 没有 不是故意的 哪壶不开在提哪壶的那一种 绝对没有 绝对不是故意的 是 我很少看到选手有办法 靠着爱的力量拿到世界冠军的 那是实话 那是实话 那你说拿到区域冠军的话呢 反而是单身者大于非单身者 OK 我经历过了这个英国研究调查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是选手生命短暂 在努力在朝着职业目标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有感情的干扰是最好的 就跟念书一样 是 对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这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简单讲就是 不要叫女朋友啦 OK 对 站在心理学的角度 我爱只能接受 这是结论真的没错 哈哈哈哈 对 但是你说母爱 母爱就有差了 那是肯定的 对 母爱就不一样了 这完全不同的概念 如果你是在谈论亲情的部分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永远是你最好的靠山 是的 其实多多少少有些选手们 他们在参加限价赛事的时候呢 家人会过来做陪棚 甚至是看 那个他妈妈也看不懂 一直问我 啊这个是干嘛的 啊这个是什么 啊那个是什么 是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们总是算看不懂 但是支持着自己的孩子 在职业场上战斗 没错没错 对 这次可是亲情难得可贵啊 是 那刚刚可以看到的是 离开了威尼斯水城的 UNG 来到了丘陵区 在这边 探查一下平房的位置 有趣哦 他们现在会开始做 第一拍的侦查 扎点站位了 嗯 对 之前他们会 在学校这一边 等着敌人过来 然后收费 看起来这一次经过 后勤的调教之后呢 UNG整体的营运策略上 第一拍就已经做对事情了 是的 MH终于离开了机场 而DUPLEET在后来 是转到N港 还没有过 而YRC其实有点痛苦 他跟着 DUPLEET还有 ULEVEL UP一起跳 最后是被逼到了核电厂 但其实 看得出来 他们好像挺惨的 过得并不舒服哦 是 YRC其实他们接下来的 路线一直都是满看感觉的 嗯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说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停下来 稍微看一下市面 是 对 是零资讯的情况下 是靠感觉在走的 嗯 这又回归到一个问题点 什么东西 最迟感觉 感情嘛 没错 对 又是感情 感觉没了就散了 对 但是 你有感觉了 难道就是对的吗 对 我们来看看YRC 等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哎呀 虽然我现在很能聊这个 但是我就觉得你 就是你看我是蛮够故意的 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 我的风格就是什么都会聊 你就是人家哪里痛 你就往哪里送 不是 这也是我的痛啊 你看起来我现在是笑着在跟你哺啊 哦 其实我们俩都笑着笑着 其实我们眼睛这里面是有泪水的 是 我的心脏在流血啊 哎 东桥 Duplay也终于是过河了 没有任何的阻拦 虽然说他们还是很小心 那上半部的话 吉娃娃跟12号队伍 还在对看 在最上面 但是 哇 你为什么第一圈还要在那边看这么久 这真的 不打算再往 R层这个地方靠了吗 不往里面踩一点点嘛 哪怕是一点点都好啊 你等一下一定在圈边 你等一下又不在安躯 你现在不往前踩 等一下也没办法往前踩 是 对 等一下只会越来越紧 人越来越多 哇 动态这边还是被射下来了 难逃意思啊 是的 但是有的就吧 看起来是原点的枪线 应该是有办法救起来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应该还好就是 不小心被榴弹给打到 嗯 YRC现在来到的是圈边 Y层以南 还可以接受下一圈 哇 这个超级密集圈 又回到了这个常规 人可以正面打着这个地方 君H上来 先打一个正面对决 UNG在高坡这个地方 上去直接送倒了 UNG总共三个人 难道四联居要破灭了吗 金鸿没有在这边 剩下三个人 没有这个团战发起者 直接遇到对方的大魔王 其实UNG的站位 也没有太大的漏洞 但是我不确定 为什么有办法让敌人 摸到这个位置 是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哇 四联机的传说 但是金鸿还活着 只是这个地方应该也救不成了 他也只能 就是往Solo那边去靠 另外一边是在起Q 起Q离开P城之后 往P城南山那边那边靠 是 这个看起来是绝对救不成啦 如果还能四联机 只能够说哄你好棒棒 因为老实讲 你一开始枪线签不好 而且是用山脉区域的零线 那对方从西面直接切进来 代表说他可能是先下车 然后进行远点peak 另外一台车再压进进点 把你的人打掉 一点一点靠这样子 对一点一点靠 那这样子一点一点靠 有办法把你这样子 扎点的队伍给打掉 那只能够说是 你没把握住 扎点的问题喔 就是 就平常现在我们讲的是理论 他扎点的方式 你不要打掉只能够说你比他菜 这次是这个会战你比他菜 是 对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会出现这种很奇怪的地方 是的 AA这边 不断的射凯瑞 对我来说 就UNG刚刚出现的情况 就像是AA在射这台车 然后这台车突然冲上来 把我们两个都打掉一样 我会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 是的 就是怎么 剧本就我们看到的结局 但没猜到结果是这样子喔 对 很诡异喔 哇 这真的是 惨了一开始UNG 还有拿到这样子的 第一拍的扎点侦查位 是 GED 哇结果吉娃娃跟GED 看了这么久 还被GED找到机会 一声消息也倒了 哇 吉娃娃的卡点 那你不如一开始就往家里这边靠 就往中心进圈了 这个位置是很好的正常位置 他的西面比较难看 哇 AA真的是 子弹够多是吧 每一个过去的我就少一轮 没错 三倍进的这个SKR压枪 嗯 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尝试 HQ刚刚好像是有摸到东西的 在前一片这个 速德龙过去之前就有压到点 是 因为他们本身是P层发育的队伍 对 王者出来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队伍 可以比他们更早抢到这个P层杉 是 如果有人的话 那代表说是 他们特地要搞HQ 是 对 又或者是HQ太慢 但是他们这个杉基本上是很好的正常位 没太大的问题 能够先抓到任何一个想要过这个农田区域的队伍 他们可以这样子去盘算说 等一下西面大概可能会有几队 是 对 甚至还可以多收点费 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紫围这边看到了三下小野的这个KF4 速德龙在高点 保了两台车 死守这个高区 这个小高区 我觉得是上一圈不错的侦查位 可是来到这一圈已经偏圈边了 不过下一圈还能用 对对对 他们起码是有刮到整上一圈的三分之一处 甚至四分之一处 是 对 对于圈的理解来说 现在各队看起来是海岛的理解 明显比雪地 以及沙漠来的好 那是肯定的 这个时候GED跟吉娃娃在这边要 在外面要直接按到底了是怎样 GED这里是被吉娃娃打回来了 最后剩下一个人在这边扛毒 对方也还有一个人 汉森 哇你这两队这样是何苦呢 这游戏你现在哪怕你赢了这一队 可是你输给了其他15队啊 对 赢了你输了全世界又如何 是 真的是输了全世界 这把真的没搞头 这两队是两了 但是我只能讲了 都打到这里了 也别退了 至少要赢下来 你也只能打 因为这个圈还很远 而且你们也没车 车子都爆掉了 还有车 那还赔得动 是 加油加油 面对到的是对方Drop Shot 这一波的压 没有压掉雨山 Pen走了 哇 鸡娃娃 有办法吗 拼到底 差一颗子弹 对方要躲到一个安躯 超棒的下来补血 是 他胜绷带 那很抖哦 胜绷带的话基本上没办法帮助他边补边移动 他需要了一个超级大补包 补完之后呢再往前 然后快死了再下来再补血 可是他距离圈 哦 他还有的Pen 可能会进不去了 他进不去了 他还有的Pen 除非啦路上看到什么包里面有一个大补包 把它捡起来 不然这个人就要被电死了 那跟我中热透的机率差不多低 对对对 这个时间点你在路上还捡一道尸体里面有包不可能 这个比你中热透还低啊 真的比我中热透还低 对 中热透你有买有希望吗 对不对 这个是完全没希望 他把16崩完 骑到礼拜应该可能还是快扛不住哦 是 Monster这边是率先调速 提速禁区 调速 你没有讲错 就是这样 把速度调起来 我真的很难得会看到Pen Po有队伍会调速 是 那他们是少数会调速的队伍 可是他们调速来到了是一个 这边怎么那么多人啊 是怎样 开会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 他调速怎么来到这边啊 是 Shotime Live跟励志都在旁边 这边哇三方乱战 MS第一波的攻坚撞了进去 Shotime Live其他人过来 小子一轮压 压倒了两个 哇 小陈这一波反击 但是 男也靠过来了 男第一时间没有出手 小陈这边血线不够 血量其实不太好哦 哇要炸了要炸了 Uliye的直接御扫 在扫啥 哇 哇 哇 这是一个跳起来 Drop shot 小陈赢了 是的 哇 但是还没打完 Uncle来了 你说我长得像你Uncle 还有得打吗 哇 MS在外面 是不是被 阿苏德隆把剩下人 清掉了 禁16 在这一区 一打二的局势下 送走了 我想Monster 刚刚应该是 呃 想要 转线提速的时候 能进入到树林 被两位夹杀 逼不得已 只好在这边下车 而且原本有机会是三队 只是后来有一队 没有停下来 K7选择是拉开哦 对 但有可能看到你们打成这样 我要回来收割了 其实以这一圈来说 它不算是唯一一个 能够扎点的位置 是是是 第三圈 而且这个区域 其实它相对较难打 对 你只能够选择靠左边大仓 撞点 或者是直接撞 东面那一个红色小楼而已 这两个点位是最有可能撞点的 其实中间怪怪物 那个难度太高了 我觉得这一边竟然这样子提速直接炸裂 前倒车有很大的问题 伟红 一把大菠萝要直接扫进去了吗 看起来只想要把shortime live 最后的人头给吃完哦 哇 还可以舔包 这边可以舔包 是没太大的问题 好奇怪 其实前倒车你发现 有人叫队友在绕开 然后前倒车死掉 然后这三名成员 在想办法进入下一段营运可以 可是我发现好多队伍会前倒车 在这边爆了 好我要在这边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对 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 反正我不能忍 这种感觉 前倒车死了 很像全世界都毁了一样 那其实你不用前倒车 你就一起撞就好了 对你就一起撞 不用把游戏搞 剩下有没有高一点点 对不用把游戏搞得那么复杂 你就 你就前倒车直接撞爆他就好了 GED最后还是倒下来了 那看一下吉娃娃呢 这个地方 UNCLE 有办法死守这个房区 没办法 对方是抱团撞上来 宣告了这个房区是有励志拿下 SCR也觉得莫名其妙 你刚好没事跑来撞我 你自己也会进入劣势 还让我捡员 哎呀 这就是大逃杀游戏有趣的地方 三个和尚没水喝嘛 真的 U level up是怎样 还要继续来吗 U level up是直接撞到K7 你脸上 因为这一圈已经刮出来了 既然含水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黄色12栋的乞丐物是很好用的 是是是 对 这一边撞点是我可以理解 因为你现在不撞 等一下还是得撞 还是会撞 而且除了撞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都不好打 除非你站山区 山区其实有人也不好撞 是 所以直接撞到有 有标的物的车子的位置是不错的 而且这边是成功撞下来 拿到一个扎点位 可是 可是有送人 有送人 哇 素德龙 从侧边偷袭成功 黄穴卫直接做夹杀 K7战队其实难度变得很高 而且我不太确定为什么 K7战队的JN要拉这么远 是 因为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这一边扎点会被撞点吗 其实是我觉得蛮诡异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12栋分成的6栋以及6栋 你可以看得到 左下6栋还有4号队伍 那看起来应该是K7战队想要去打 这一个素德龙 没有想到中间突然被一个U level up给夹杀了 直接撞上来 然后刚刚K1O也直接往这个地方 因为没办法 因为有一半是水哦 所以这里会过于密集 防守端的人本来压力就很大 不知道为啥就一堆人直接撞到脸上 没错 这12栋其实我觉得 最好的位置我个人认为还是魔法森林啦 5号队伍现在占的位置 Jupley的位置 魔法森林是最好的 OK 对 可是魔法森林的南面 因为魔法森林本身不好撞 山区本身不太适合 是一个用车子下去硬撸的位置 是是是 对 导致说其实那边扎拉两队 你没有过去 其实U level up的选择也没有做错 YRC成员被毒死 这个地方奇Q在侧边钉死KEO 因为KEO就直接撞上去了 在路过的情况下 被HQ拿到这个地方 哇 K7的选手把伟红直接送倒 阿廷这一波的出手 老实讲 K7战队现在两名成员的位置 都应该要被魔法森林的人给射掉 嗯 对 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被射掉的原因 是因为魔法森林两队在互看 这个地方哇 跑进来进到了苏德龙的 哇 苏德龙怎么会选择鞭尸 而不是去瞄 老在补枪的绝恩呢 是 对这是一个操作上的小选择失误 不过他们 有的救了 来得及 来得及 最后一撕 最后一撕 哇 那KEO最后喷下来 就他们是直接 开车直接跳这个海 我刚刚就看到 硬移屋直接掉下去 可是奇Q在上面等他 那就剩一个凯恩 被小滴直接一个人单点看住了 然后另外一边 YRC也被AA跟Panda 那个地方点住了 所以YRC也不好进来 不过他已经在圈内了 其实凯恩现在的位置 是一个没办法刺激的位置 不过有机会拿第二 对 有机会拿第二 那如果下一圈 再往南面说一点点的话 就有趣了 来看一下 等一下讲路谁家 YRC占据东面 力智新势力在西面 整个东西面的队伍都已经出来了 YRC这边还真的活到了现在 很不错 哇 自己往左下挂 但离YRC越来越远了 而力智新势力速得龙 KF还有一个孤狼躲在下面 也是在延安等着一个第二的机会 没错 对于Jupert来说 其实原本魔法森林还蛮不错的 可是现阶段来讲 他们没有西面的资讯 要码是直接把AG这一队给打掉 或者是AG战队如果离开的情况下 他也要跟着AG战队去撞点 当第二拍进场 这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打法 因为他一旦让AG比他们还要早先扎点 魔法森林的位置就没有优势了 那魔法森林的Jupert比AG慢 他们只会被AG卡 现在程度就差了 现在魔法森林应该已经没有优势了 大家都摸到堕落城市来了 你看就是AG的反应就是比Jupert还快 然后Jupert选择撞一个超级强势 便要被U-Lay-Up扫成蜂窝 直接开扁 可是这个地方人真的很多 你在扁一边的同时间还要首尾相连 YRC也在找机会 又一台车要靠进来了 Jupert总算是摸到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就是散得很开 所以Jupert还是摸到一间了 只是U-Lay-Up的包围网 可是K7也在旁边还真不好讲 TTS东泰这边是吃毒 吃得有点惨 哇 这边U-Lay-Up直接往前撞点 Winter 1v1是输了 是被Mark这边单点击杀 而以悦在这边把Winter给补了 是 这个超级强势边的撞点 反而让AG有机控制 再度多杂点 AG这边就直接躲这一个坡 不急着上去打 他是避开了一级战区的 现在反而AG是最大赢家 他真的是超大赢家 这个队友不愧是第一名的原因 因为他光是节奏上就赢Jupert之外 他选择的意识也比较好 你看Rose现在的位置 基本上他们在屋外会被AG射 不能够贴北面 那进屋的话呢 要先确定屋内有没有人 那如果不进屋的话 又会被U-Lay-Up以及K7战队射 现在Jupert给自己射了一个很难的条件 所以他选择顾右边这边 先把屋外打完 因为不急着撞 我觉得撞防区的压力还是很大 成功了第一波 是先压掉了AG 那另外一边YRC这边被K4卡住 立志这时候也参团 让AG的压力突然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屁股这边被打 情况下Jupert压上来 AG有点消耗不过来 是AG战队刚刚的强边跟弱边放错了 他们一样是我个人认为放错边的 他们总是会让GeneH去扛墙边 然后多人去扛落边 这样其实有点颠倒过来了 所以你反而是要让GeneH去扛落边 然后多人去扛墙边才对 对 这一个地方不应该让Jupert贴得那么轻易 也不应该让背后的立志 有做到事情的机会 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AG就剩下GeneH这一名成员 对 结果是Jupert保存了自己的人员 而AG这里得不偿失 Unbelievable 会被卡的Jupert竟然是把AG打灭了 这毒有点痛 YOE 哇 由于这边是倒到 还能拉 能拉 有一台车有烟 可是马上一颗雷 GeneH表示 得罪的方丈你还想跑 剩下一个Mark趴着不敢动 再一颗雷送你上西天 所以请问这是不是选手的单兵发尾 还有这颗雷 OMG 灭了整队AG表示 对嘛 刚刚放我来挡Jupert不就好了吗 另外一边外面的YRC也总算是被卡死了 K7那边也不好过 哇 但是出来撞一下 一跃是把GeneH给送掉 GeneH起码秀了一波啦 是是是 他就是厉害嘛 对 他的手雷的运用程度就是高嘛 你牛逼 而且他并没有在同一个点位塞那么多雷 他是分散的去塞雷 然后把你的点给排掉 因为他那个地方并不是要排点雷 所以他一颗一颗是为了做击杀慢慢来的 对啊 我慢慢来 这真的是厉害 立志这边绕了一个大车 他一直在一个脱离战区更远的位置 但是又有办法不吃到毒 因为圈的位置够他慢慢摸回来 然后把K7给赶走 占到了K7原本站的位置 没错 那现在看一下 CQ CQ剩下一个AA的孤狼 然后KO的小黑也在上面 然后 Lobby也在那边 三个孤狼在这边等沿海地带 对 就如果 没有 下面还有一个Panda 所以CQ是两圆 然后上面Yulipad是两个 诶 诶 好像有看到 有人在游泳 Panda这边应该还有一点边可以刮 所以他还 呃 更正哦 不是Panda 是小孩这边应该还是 诶 这个鸟怎么那么大颗 诶 诶 诶 原来是第一人称啊 是是是 哇 那这样子的话 不是很挡视野吗 诶 可能他看到都不会是这样 另外一边Lobby 哇 孤狼被 这个 哈想给抓到了 有点可惜 哇 这边已经看到的屁股了 可以直接Pick了吧 诶 这个鸟 又挡了视野 我就当他不会挡到他的视野 只是挡我们的 是这个鸟有点搞事哦 诶 我强烈建议主办单位 痾 禁止他们使用 用小鸟 是 這個地方 劍庭 又收到了AA 那AA打了的話 起Q可能就剩下Panda Panda不可能能夠拉喔 然後Panda要跟KO強一個名字 AAA 怎麼在滑 Panda你怎麼會在這一邊呢 那他就AA也沒有用啊 因為你們只能拿第二 你們也上不去了 對 你們也上不去了 不過小黑好像是沒有任何開槍的機會喔 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對 上面勵志是把K7給排掉 勵志今天有東西喔 有東西 學生隊伍勵志跟肅德龍 還有得打 他們是最後在這個房區存活下來的人 其他人都被趕到了這個沿海區 K7是緊六淘汰 五個隊伍十一個人 保存滿邊的是勵志新勢力 來看一下目前勵志新勢力 要怎麼樣去處理這樣子一個Final圈 但他應該沒想到 那邊的孤狼去湊成一桌麻將了 不過就是你看211的孤狼 他們還是要先處理蘇德龍 蘇德龍你只要能夠保持大量人數優勢吃下來 應該就穩穩的 所以房區那邊的爭奪應該是吃雞的最後一戰這樣 是的 這邊的人很難過來 欸 圈突然往勵志右下角這個地方Pan了 也就是說城裡面的蘇德龍要出去 勵志買到了一個好點 可是勵志那邊 哇 先來看一下這邊Panda的手雷怎麼排 是是是 直接一顆 好像有點剛好 好像有點剛好 丟遠一點點 對對對 再炸一顆沒有任何的問題 多做嘗試 是不是沒雷了呢 看起來是沒有了 哇 頭上很多東西 各種垃圾往下丟 看了一下那個好像不是在游泳的人 大家都很仔細在看他想幹嘛 勵志這個地方 留了一個人來摸這個房區做一個最前方的資訊 其他人摸在旁邊 背後已經開打了 哇 這邊R1直接先把雨滴給帶走 紫薇也補上喔 第一輪的交火一換一 可是蘇德龍後續狀態並不是好 其他人都被韋紅給補到了 剩下一個凱瑞在最前面 蘇德龍這一波看似起來是被勵志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其實勵志新世帝這一邊是沒有任何理由會輸的 真的完全沒有任何理由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勵志新世帝已經贏了 那我們現在要注意到的事情是 到底誰會是第二名喔 誰在這邊孤狼能夠存活到最後 那你等一下 為什麼小黑有辦法跑上來啊 喔 他已經上來了是嗎 他上來了 見鬼了 欸 欸 HK的人還死了 欸 What happened 莫名其妙 警武 這個地方HQ倒在 那這樣子 莫名其妙 怎麼會這樣 勵志新世帝能不能拿機就看這邊 強壓沿海這裡 可是 煙裡面是有U level up的成員 哇 那這樣子 一個水鬼上來直接把HQ打掉 然後他選擇在下面 那上面U level up的成員就很尷尬 小黑居然是在外面那個水柱摸上來 然後把HQ給送走 哇 這個是最多第二名的隊伍 竟然真的成功的撐到了前三 是的 那就那顆煙啊 還需要想嗎 勵志新世帝 沒事 怎麼會那邊有顆煙 那邊肯定有鬼啊 全部排完了 你還不管這個地方嗎 劍庭還排 總算是被發現 但是反打 跟羊做了一個兌換 哇 成功收掉沒有問題 趕快救起來 不要掉這顆人頭 局部的4壓1 好了 那現在的話 小黑他可以去電死了 嗯 也不用給人頭的 U level up的景三淘汰 對 難道他想拚第九圈補行 這個很像PUBG世界第一場大賽的那個畫面 就是躲在那個石頭裡面 然後開來打包 是 對 現在要凌遲他嗎 現在你也沒有其他選擇了 嗯 你不可能下去我不相信 我覺得LCVS他們可能會一時興奮 秀一個從天而下四人掌法嗎 我覺得不會四人 但是有一定有一個人 一個人去兇看看 想這樣做 這時候可以賣一個前導位 跳下去看看他的精準位置之後 其他人再來處理 拿這一分嗎 你覺得有屁要嗎 我覺得沒必要 但是其實 更沒必要的事情是 小黑應該自殺 可是他不自殺 嗯 這邊是沒有任何理由你不自殺的 他可能不知道對方是 同一隊吧 我能反 剩兩隊他還不知道對方同一隊 他看不到啊 但是他算flag隊友 如果幫他看的話 應該可以得知道這樣的資訊 嗯 對可是 嗯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 你不被電死 那你這一分如果被拿的話 下來了 從天而下掌法 兩個人跳到海裡面 小黑 哇小黑這個時候再塞 來一顆雷 真的要殺兩隻嗎 給你機會 哇他想要自雷 哇他想要自雷 有點太慢了 沒有開到槍 我們恭喜吃雞的是 勵志興師弟 哇 他怎麼會這樣子選擇勒 這個殘局 十三殺入袋 最後一分居然還拿到了 KEO的小黑 最後三殺 加上一殺 XC所以是四殺 第二 有levelup兩殺 第三 第四名是速德龍 在城區失敗 第五名是AHQ 有三殺 第六名 K7是 而五殺 再來KA4 是三殺 第六殺 第七名的 AG是八殺 不是 第八名然後七殺 JUPLAY是兩殺 第九 而YR是一 沒有人頭進杖 但是因為他那個位置就是 光要進圈就挺困難的 阿嬤你的速箭好像算得很快喔 嗯 盡可能盡可能 對 凡送0000也特別好算 東太這邊也沒有擊殺進杖 UNG這場 三個人在邱靈D直接倒地的情況下 金鴻後續也沒有表現 十二名 吉娃娃在跟GED對決的情況下 是三殺 第十三 SHOWTIME LIVE是兩殺 十四 GED跟吉娃娃 於此往後的結果 是僅十五 兩殺 而MS 在對撞的情況下 是阿成拿了一個三殺 僅十六 原本是今天海島唯一刺激的隊伍 第二把就 出了一個披露 而勵志新勢力這一個機 補進來 對於他們的這個排名 相當相當的有保障 是這件事情算是手機了 手機了 他們剛剛成功的抓到了 AG的不正確 是 然後直接做了一個黃雀位 那邊是最為關鍵的關鍵規則 是的 總算是打出了這個學生隊的風采 沒錯 那這一邊只能夠說 AG戰隊他們前面很帥 後面 GINGH也很帥 也很帥 但是你 你帥不夠 對 畢竟你要帥到像金城武那樣帥 你才可以當飯吃 那如果你還沒有帥成那個樣子 你還是要有一點本事 還是要打穩的 對 對 最後就是挺可行 像阿森老師講的 就是放的位置沒放到最好 對 雖然GINGH後續有打一點東西回來 但是 沒辦法讓他再往前走更多了 沒錯 來看一下單局擊殺的這個基本榜 立志欣是比33分入袋 等等 對他們的這個中段班排名 應該有一點點加分喔 KEO 第二名 小黑的最後扛下來了 而且也有四殺的擊殺 算18分 他怎麼殺AHQ的我還是不能理解 他到底是怎麼摸上去的 這是一個SSR水鬼衝上來抓交替 成功把AHQ兩名成員抓死 這打這邊刺客教條你知道嗎 太誇張了 對 接下來第三名是ULEVUP 總算今天有好一點點的名次 K7是11分 AG也是11分 AHQ跟樹德龍都是10分 K4八分喔 三人機這個比賽的情況下 總算有一個不錯的成績 那MS因為有三殺 這個壯點最終還是有換到擊殺分的 跟吉娃娃、Juplay都是4分入袋 而目前為這個三分的是GED 還有Short Time Life YRC只有這個排名分的2分 UNG三連機 馬上變成只有一分入袋喔 正常發揮 被狠狠的打了一個臉 風水輪流轉 是 來看一下總積分 總積分來看UNG 只有這個 1、2分進帳 但是並不影響他這個500分 投名的這個位置 AG494今天第8名 但反正1、2名 距離永遠之客位數 是 ULEVUP在這一場進帳完之後 總算是搬回了一點點 那MS這把偏慘 所以跟第三名的距離有拉開 最後一把看看能不能夠突破 變成400分 G樂部吧 K7跟AHQ都3、1、2 Juplay2、1、6 立志心思力靠著這一場比賽 擠進 做穩了這個前八 原本是東泰 但因為東泰這一把沒有見樹 所以最後是174 落後5分 再來KA4三個人的表現 168 KEO GED是161 並排在11、12 把蘇德龍擠了出去 這一個分區的對局 還是這麼的緊湊 吉娃娃這把就是遇到了瘋狗 GED 我就這樣狠狠地把你關在外面 YRC 依舊是領先Showtime Live 116跟115 我知道了 他們跟他打了這套路 我目標是爭前12 OK 你這樣子理解我不會說你錯 我不會說你錯 可以吧 所以我搖死你啊 這個可以理解吧 但如果他能夠像KO那樣子一直狗到最後 不是更好嗎 沒錯 好像想一想 對啦 是沒錯 在哪裡怪怪的 但是又沒有證據說他怪怪的 是耶就是這種感覺 對 還是攻擊力之心 是拿到這個手機 而且是在絕地海島上 那今天還有最後一場比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這場比賽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這個地方 金H上來 先打一個正面對決 UNG 在高波這個地方 上去直接送倒了 攻堅撞了進去 相當那邊其他人過來 小子一輪壓 壓倒了兩個 小陳這一波反擊 但是 男也靠過來了 男第一時間沒有出手 小陳這一邊血線不夠 對方直接在前壓 要炸了 Uliye 直接御掃 在掃殺 哇 這是一個跳起來 對 但是他們卻沒有辦法被射到 於是 哇 跑進來 進到了蘇德龍的 哇 蘇德龍怎麼會選擇B4B 會被卡的 會被卡的軍會 竟然是把AG打滅了 這毒有點痛 YOE 哇 這邊是倒了 有一台車有煙 可是馬上一顆雷 軍H表示得罪的方丈 你還想跑 剩下一個Mark趴著不敢動 再一顆雷 送你上七天 所以請問這 是不是選手的單名 他的這顆雷 OMG 打滅了整隊A局 那這一分如果被拿的話 下來了 重點一下掌法 兩個跳在海裡面 小黑 小黑這個時候是要塞 來一顆雷 給你機會 他想要自雷 有點太慢了 哇 沒有開到槍 我們高級吃 今天是